AI伺服器需求增加 带旺机壳族群 来看还有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呢 AI应用发展猛爆成长 连带AI伺服器需求也姐姐攀升 这也让相关机壳族群跟着大弹商机 我们来比较相关个股 二月份公布的营收数字 包括续品 包括银广 包括药月 以及成名店 其中我们就挑银广这档个股 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银广二月份的一个月营收 跟元月份是持平的 那跟去年同期比 它是这个年增最多的公司 增加了62.9% 至于说去年第四季的EPS 它也赚了一个0.89元 那它去年的一个第四季的一个三绿 毛利率 营育率 EPS 同样一个方向 就是三绿三升 法人最爱的一个讯号 再看看二月营收 月增0.08% 年增62.9% 已经是创近十年新高 而至于字节一月 单月EPS 0.37元 年增幅度更是来到 260.8% 那共司在那边也正向的一个表示 这主要的一个营收 是来自AI伺服器的一个溢柱 那再加上通用型的一个伺服器 已经逐步的一个回温 业者都已经加大拉货的一个力道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伺服器的一个营收 占整体的一个营占比 是超过了一个四成 那因为目前的一个出货已经放量 从订单方面来估算的话 第二季大概这个营占比 就可以扩大到五成左右 那法人在那边也正向的一个看法 由于目前的一个晶片供应的一个问题 已经逐步的一个改善 所以三月份的一个营广的一个营收 渴望维持高档 今年的一个第一季的一个获利 是一个正向的一个 所谓可期的一个幅度 AI伺服器溢柱 加上晶片供应问题逐渐改善 市场法人都看好 接下来相关台厂营运渴望更上层楼 东森台经新闻综合报道 下来相关台经新闻